大家好,我是百蝦伯伯的王姬姬,我今天想的是小蜜蜂 而且有小蜜蜂,他在我花的时候,他觉得很小 然后他就去采花蜜 然后他踩着就说,这个花蜜蜂,然后大家就踩,踩一边踩着一边唱歌 他看到两个好朋友,他随时把好朋友在玩,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想玩了,他就回家 但他觉得很小啊,然后他就绝地不玩了 当晚上的时候,他嘴边要睡觉,但他就写一个字说 然后他就贴一个字就是,玩好了,要画别人 然后他 他就贴在那说,是玩好了,要画别人 然后他就贴在那裡,要画别人 然后他就贴在那里,要画别人 然后他再贴在那里,要画别人 然后他想跟欧客准备睡觉的时候 他就准备会睡觉了 然后他怕那时候就要睡觉了 然后他怕那时候就要睡觉了 小的時候,有一個我自己踏,那他就有一點藥就醒過來了 他早上就踏一個很好聽的音樂 然後他覺得應該一定要努力的去下學 到第三天的時候,他們學校發覺的時候 然後他們學校發覺要做一個游泳池的時候 他突然,媽媽叫他採瓜蜜,做一個東西給他吃 他就去採瓜蜜的時候,覺得採的時候很好,很香 但他還是不一直採採採,覺得花蜜沒了 他媽媽又幫他教我啊 就是到晚上,他又要寶貝一直睡覺了 那他晚上又睡覺,都沒我一次了,他就又睡著了 然後他就覺得為什麼要睡著 他就,他最快要睡著的時候,就已經大呼在睡覺了 然後寫到淚淚,就睡著了 然後媽媽叫他起來就說 蜜蜂起來了,他還在睡覺 他很大聲,就叫蜜蜜起來了 然後他還是不聽話 然後他還是一直睡 他覺得應該是昨天他畫畫太累了 應該直接給他睡吧 然後給他睡很久了 然後他還是沒起來 在媽媽睡著的時候,他也隔著睡著了 然後他就有呢,就一個按他們的裡頭就說 然後叮叮叮叮叮,他就 媽媽就被嚇到了 然後他媽媽就起來了 蜜蜂寶寶還沒起來,他還是呼呼大睡 然後媽媽又拿一個把他的股子打 那個蜜蜜蜜的力骨,他就還是不起來 然後他就一直叫他叫到他玩睡還是在睡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謝謝大家